田富珍因为在裴洛西访台期间 PO出自己吃意大利面的照片 大陆网友列为抵制艺人 五日又传出 12年前她的歌曲《离岛》 在大陆被曲面下架 咪咕音乐还干脆将田富珍这个人 全力删除 就只因为她唱这句 有理智的网友帮忙缓家 缓家这首歌是在说她自己的个性 却被说成台独的意思 真的过分解读了 根本就文字语啊 不过微博大部分的网友都赞成的说 早就该这样做了 永远严格禁止这类艺人来内地 而遭殃的还不只有她 严雅伦因为早餐吃美食跟台式 难以抉择发文问大家 也惹得路网不爽 四日竟然被2021自己创立的品牌切割 大陆网友还指控她 在粉丝把聊天室名称 改成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严雅伦就退出群组 让她微博人数狂掉 要求她退出内娱 但严雅伦似乎没受到这些留言蜚语影响 还出现在粉丝帮她应援的发文中留言 只能说希望风波赶快落幕 大家还是把焦点放在艺人的作品上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